前总统马英九到东吴大学演讲联合报系资料照片记者黄维斌摄影分享 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在东吴大学演讲面对听讲路声提问对当前两岸关系看法 他说如果理解九二共识问题就可以减少很多 两岸之间的争议应该透过和平协商解决 东吴大学自105学年度起聘请马英九以荣誉无给职方式担任严家干法学讲座教授 以每月一场不同主题的演讲课程与学生互动对谈 今天在城中教区的演讲马英九延续上次开螺旋言讨论 进一步驳斥台湾地位未定论主张 马英九驳斥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 同时回顾近代历史发生一些战争造成国家与人民不幸 他也有感而发地提及要以一切的力量防止战争的发生 马英九指出当政者必须让人民安心 但这不是光凭当政者嘴说必须尽一切力量让战争不发生 更不是告诉人民如果发生战争可以撑多久 我的天啊撑一天就得死几万人 所以不是要比谁会撑而是要说怎么样让战争不会发生 他说可以找到防止战争发生的方法 两岸之间的争议应该透过和平协商解决 马英九表示我过去担任总统的八年期间 经常被人批评是轻轻中卖台 但我轻轻了什么中卖了什么台呢都是谣言 他质疑在两岸关系互动上为什么要认为和中国大陆打交道就一定会吃亏 马英九以争取免签为例说明过去两岸关系 和环有助台湾与世界交流 在他担任总统八年期间 世界上给予台湾免签证优惠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64个 比之前李登辉陈水扁担任总统时期的同样都是54个 足足增加了110个国家和地区 他在演讲总结指出两岸一定可以努力 在不用武力方式的情况下解决彼此的争议 随后有中国大陆学生向马英九提问 蔡政府上台之后的两岸关系真结 马英九说民进党政府虽有善意有诚意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接受九二共识 马英九指出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从地理上看是邻居 从血缘上看是亲戚 从事业上看是伙伴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 两岸之间的争议应该透过和平协商解决 马英九认为如果理解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的问题就可以减少很多 东吴大学严家干法学讲座教授现场座无学习 马英九现场统计到场听讲的差不多有一半是大陆学生 对此他说希望两岸年轻人多交流 侘折老 中华晨 独发 山奈 中华晨